我们现在来到了仁卡泽的市区 4月要去买那个隐形眼镜 刚好这边有个眼镜店 买完以后我们可以到这个超市里再转一转 买一些泡酒的那个玻璃瓶 先逛超市是吧 好的 好了 本来就是出来买个眼镜的 隐形眼镜的结果又买了这么多东西 超市就不能进 只要一进就得好几百块 好重 我们今天又买了个眼镜 因为我们之前买的那个眼镜太深了 这个眼镜带的话我拍视频的话是可以看得见的 之前那个眼镜买的拍视频 压根看不到屏幕里面有什么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回了 他也买了一个蛋的 可以在车上看手机打游戏 哎呀 上来拿那个把这瓶脏了 那为什么没了 我们这会从外边回来了 因为这边不好收快递的 所以一直也没买加湿器 然后在这边 临时 买了一个 擦矿源水瓶的那种 因为往后边天气会冷了 往后面往阿里走会越来越冷 越来越冷的话肯定是打开那个 打开那个 拆暖的比较多 它这里也可以放电池了 所以那样的话就特别干燥 干燥的话就需要一点 补充水分 这是干啥用的呀 哦里面有了 咦有了这个是不是就可以给这个充电了 一样吗 配配 哎呀好像是的 你看边 你看边 我还没干嘛呢 我只是拿过来试一下 能不能充电 别人说你是不是要打我 他这边还没有 在这呢 我还没有充电孔 二孔世界的底下 笑死我了 一个不经意的动作 把它下怂了 这个是吧 嗯 不行啊 不行啊 它这个口设计的不行 也不行啊 那就不需要这个 直接上这个 嗯 那这个是干啥用的 这个可以了 这样一个小的驾驶器 好了 好了 现在可以了 那这个也太微弱了 这最大 也还好 也还行 车内空间就这么大嘛 对啊 你头的 哈哈哈 这样一瓶水 不知道他怎么弄多久 其实这个只有 方便烧掉 一掉一次车拿一瓶水 出来就行 啊 给车里驾驶一下 反正那边太干燥了 现在 车内的湿度 22度 主要是晚上 晚上开柴暖的时候 可能需要用它用一下 是吧 其他时候也不用 吃水果先 给你吃芒果 先等一会吧 你先吃 好酸 现在出去 又买了好多东西 这是个海苔 给你的海苔 买了点小清酒 韩国进口 买了点棗 为什么要买这个枣呢 这个枣 加上这个 金菊肝 然后还有 玫瑰花 薄药 薄药 还有桂儿 还有冰糖 昨天我们去吃那个 手抓羊肉 他们这个回民都喜欢用那种做的这个 叫做啥 八宝茶吧 就是绿茶 就绿茶加这些东西 加冰糖 泡出来很好喝 所以四月他想喝这个 所以今天我们去买的这些 然后这个是枣架核桃 把它平时放在我的那个驾驶室那边 路上开车 有点饥饿的时候 就拿这个垫一垫 就是又补了两罐红牛 因为后边的风景几乎都一样 人容易瞌睡 咖啡 这买了俩杯子 这杯子是我们喝冰洋梅酒的杯子 买了两个 然后这还是酒 小金菊可以泡酒喝 这也买了两个青的柠檬 这里面就是一些 蔬菜了 这买的 这边没有莲花板 只能买的这个牛心板 然后我们那个泡菜快完了 今天晚上还要吃一顿就差不多了 然后把这一些再一切再放进去 冰糖 这黄瓜 给我们家馅儿吃一个 擦一擦 顶得干净点 是吧 这个头孔的 给它咬掉 那头孔的 来馅儿 让它吃不吃 来 火了呗 你看我 你看我 都吃 自己啃去吧 扑了呗 关了啊 回来不要踩的一地的都是黄瓜皮 恶心死了 看我们这狗 吃黄瓜不是皮 吐的到时候是黄瓜皮 你哪那么能耐的你 你哪这么能耐的你